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是关于迈吉尔大学的新闻 高等法院拒绝了迈吉尔大学 拆除校园内抗议营地的请求 法官认为大学未能证明拆除营地的迫切性 尽管大学声称营地可能引发紧张局势 并妨碍毕业离 当法官指出 自营地出现以来并未发生严重事件 且毕业里一转移到其他地点进行 大学对此探局表示失望 正在研究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待新移民在加拿大对于自来水的看法 许多来自西非和刚果的留学生 对加拿大的自来水持怀疑态度 认为其中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因此更倾向于饮用瓶装水或烧开后再饮用 尽管有些人对自来水没有担忧并直接饮用 但数据显示约五分之一的加拿大家庭仍使用瓶装水 专家指出自来水的质量符合严格标准 但误解和过去的污染事件仍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普京访华的最新动态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将讨论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的双边关系及国际问题 并签署多份双边文件 专家分析普京希望扑大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并获得中国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 而中国则在寻求与西方关系的平衡中艰难前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拿大之声报等法院法官圣皮埃尔周三裁定 迈基尔大学未能证明拆除校园抗议营地的破棄性 尽管大学声称营地存在安全隐患 可能引发紧张局势并妨碍毕业礼 但法官指出 自4月27日营地设立以来并未发生严重事件 抗议者要求大学切断与以色列相关公司的联系 否则将继续留守 校方对此判决表示失望 正在研究判词 此前两名迈基尔学生提出的类似禁制令 也被驳回 法官认为需平衡抗议权和大学财产权 加拿大之声的另一件报道 探讨了新移民不喝自来水的原因 来自布吉纳法所的留学生 卢贝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塔巴罗来 对自来水存有疑虑 认为可能含有金属化学元素或微生物 塔巴罗来甚至继续烧开水盒 而同样来自刚果的米特奥 则添好自来水 认为其味道更好 且无健康担忧 数据显示 2020年五分之一的加拿大家庭使用瓶装水 安省饮用水符合严格标准 但人们对自来水有误解认为害健康 而实际上瓶装水中的微塑料含量更高 德国之声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背景和目的 普京此次访问中国 希望扩大对华出口推动书旗馆建设 并寻求中国对俄军工的支持 尽管俄乌战争使俄罗斯与欧洲经济往来中断 中国已成为其重要伙伴 但北京在平衡与西方关系方面如鱼躲冰 专家认为 普京可能会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活 以示对习近平的支持 但这并不乐观 尽管中俄在反美立场上有共同目标 但在经济上中国不会放弃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中国在维持与欧洲的关系上面临挑战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持续的背景下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标志着一场贸易战的开始 这不仅是为了选战 也是对市场扭曲行为的回应 评论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计划经济体 可能会重创市场经济 拜登的关税公式不仅是选战操作 更是原则问题 因为中美都在扭曲和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欧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必须在选举后作出回应 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 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有备于世界贸易体系 并可能导致更多中国产品涌入欧洲市场 新苏黎世报则警告 这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 中国政府不会对拜登的关税无动于衷 可能采取相应的回应措施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重型武器 但最新的10亿美元武器援助计划 已进入国会审查程序 拜登暂停运送包括2000磅炸弹在内的武器 担心以色列会在对加沙丹布城市拉法的路径期间 使用这些炸弹 尽管如此 以色列依然依然依然依赖美国制造的武器 继续对拉法采取行动 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逃离 美国对2000磅炸弹的担忧 更多是他们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而不是对以色列意图的担忧 以色列对拉法的袭击 遭到一些盟友的严厉批评 但美国暂停致命弹药运输 是迄今唯一的实际表达 尽管如此 以色列依然依然依赖美国制造的武器 继续对拉法采取行动 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逃离 美国的武器供应 是以色列能够继续其军事行动 尽管某些武器预输被暂停 德国之声报道 8名TikTok看内容创作者 对美国政府拟议中的TikTok禁令提起诉讼 认为该法令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 并剥夺了部分原告的经济来源 诉讼直说 拟议中的新法将使他们和整个美国 失去一个自由表达和相互交流的渠道 美国政府要求TikTok公司字节跳动 在未来数月内向美国公司出售TikTok 否则这款应用将在美国被禁止 TikTok也对美国政府的相关计划提起诉讼 试图通过法庭推翻政府相关法律 避免遭到禁止 中国政府也暗示不会同意出售TikTok 提及背后的数据和算法 此类技术已被中国列入出口 美国政府的网络管制清单 媒体报道称TikTok承担八名网红的诉讼费用 目的是通过法庭推翻政府相关法律 德国之声报道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一次政府会议后 遭到枪击受伤 事件发生在斯洛伐克中部 当时菲佐正在当地文化工前会见支持者 肇事者连发三枪 其中以罚子弹击中菲佐复补 警方迅速封锁现场并有人被捕 自洛伐克总统卡普托娃对这次残暴无情的袭击 表示强烈谴责 定祝愿菲佐早日康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平台上谴责了这一卑鄙的袭击 强调这种暴力行为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 德国之声报道美国之声报道 美国经布林肯在基辅宣布 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进攻 这笔援助是美国国会通过的 610亿美元军援计划的一部分 布林肯强调这些援助不仅用于当前的武器供应 还将投资于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帮助乌克兰从其他国家购买军事装备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迫且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 来应对俄罗斯的袭击 布林肯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在数周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青岛日报》报道 大陆国台办点名黄世聪等五名台湾民嘴 长期造谣抹黑大陆 并宣布对其籍家属实施惩戒 黄世聪曾发表大陆吃不起榨菜等争议性言论 而李正浩则称大陆蛋白质缺到只能吃甜薯 被点铃的五人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 称这是收到最大荣耀勋章 台湾总统府表示 将全力保护这些媒体人及其家属的安全 并请媒体与人民共同对抗这样的无理轻壤 蓝营名嘴赵少康认为惩戒没有必要 强调要尊重言论自由 北约警告格鲁吉亚 其最新批准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北约发言人法拉赫达格拉拉指出 这项法律背离了欧洲和欧洲打击羊一体化的目标 并敦促格鲁吉亚改变方向 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 抗议者们在地比利斯街头示威 反对这项法案 欧盟也表示担忧 称该法案将阻碍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进程 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警告 华盛顿可能会采取金融和旅行限制措施 除非法案发生变化 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承诺否决该法案 并表示不会进行任何虚假的谈判 强调这是关乎格鲁吉亚存亡的问题 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新的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 尽管大规模抗议活动震撼的首都地比利斯 该法案要求20%以上资金来自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 注册为外国势力代理人 否则将面临重罚 政府声称此举是为了提高透明度 打击外国人宣扬的伪自由价值观 但批评者认为这将限制民主和媒体自由 危及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努力 反对者称其为俄罗斯法律 与俄罗斯用来镇压反对者的立法相似 格鲁吉亚总统组拉比申维利承诺否决该法案 但执政党拥有足够的多数票来驳回他的否决 美国和欧盟也对该法案表达了强烈反对 认为这将对格鲁吉亚的欧洲前景构成严重障碍 菲律宾民间人士乘船前往斯卡伯勒浅滩 以宣示对该浅滩的主权 中国海警船和疑似民兵的船只一再在此宣示主权 并动用水炮驱离菲律宾船只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海军派出巡逻艇监视民间船队的行动 此次行动的组织者表示 这是一次基于国际法的和平使命 目的是维护菲律宾的主权 并计划在浅滩附近放置领海浮标 斯卡伯勒浅滩目前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2012年中非对峙后 中国出动海警船只包围了这一浅滩 菲律宾政府对中方行为提出强烈谴责 并称这一浅滩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 菲律宾方面发布了中非海上激烈对峙的视频 希望以此获得活际社会的支持 观察家们担心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菲律宾是美国的重党盟友 中央社报道 中国的主要社交平台包括 腾讯、抖音、快手、微博、B站和小红书 近日纷纷发布公告 表示将从严打击炫富败金等不良价值内容 各平台明确指出 特平台明确指出 不当展示豪宅、豪车、现金和奢侈品 炫耀自己是富二代或土豪的行为 将遭到清理和封禁 抖音在5月1日至7日处理了4701条不良价值观信息 并关闭了11个账号 小红书在两周内清理了4273篇违规笔记 封禁了383个违规账号 微博也清理了超过1100条不良价值导向内容 并对27个违规账号采取了禁言或关闭措施 小红书还公布了一些典型案例 卢某用户发布炫耀豪车照片 并声称一个月兜里掏不出3万的 下方留言1245我都会扶持一把 最终该账户被封禁 抖音也提到有用户展示大量现金和未成年人 穿着奢侈品的内容 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不正当使用人民币和传播不良价值观 包括之声报道 美国计划再向以色列提供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包括价值7亿美元的坦克弹药 5亿美元的战术车辆和6000万美元的海基炮弹 尽管该程序尚处于早期阶段 但政府已在国会启动了授权程序 上周由于担心加沙平民商务上使用它 美国暂停了对以色列交付重型炸弹 以防止其在加沙地带南部人口密集的程序 拉滑使用这些炸弹 尽管国际盟友和人道援助组织一再警告以色列 也不要对拉法进行地面进攻 以色列坦克部队仍在深入该地区 声称要铲除藏匿在那里的哈马斯武装力量 最新的武器援助不属于此前国会批准的950亿美元军援计划 该计划包括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军事援助 部分民主党人敦促拜登政府 限制向以色列提供进攻进武器 以减少加沙平民伤亡 而共和党人则认为 停止提供武器将削弱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其他受到伊朗支持的组织 星岛日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近日批评美国几乎疯狂地打压中国的正常经贸科技活动 称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霸道霸凌行为 表明美国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单级霸权 已经失去理智 王毅在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谈后表示 美方不择手段打压中国 不能证明美国的强大 反而暴露其丧失自信 乱了方寸 不能解决美国自身问题 反而进一步破坏国际产物链的正常运转 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振兴 反而激发14亿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 王毅强调和保护主义违背时代发展潮流 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国际社会应当正告美方 不要再为世界制造新的麻烦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